可是我昨天是把就是NPT 這一步增加到10mr.0 second 然後只是就是雖然它後期是有 後面是有有點就是 呃回到可能液體的狀態 只是它到一個程度之後就 就改變就不大了 對對對 然後我另外還有做就是把 把它的那個Box Relax 的那個壓力減少 只是它的 它不知道為什麼它的Density好像 不會改變 我在想是不是因為Depassi的時候 它的Density就失色在E 就是趨近於E這樣子 我不知道這個 因為但是Box Relax通常應該 它會讓那個Box的大小會改變 只是它最後好像都沒有效果這樣子 就是它Density都 都是還是在E左右這樣 因為 這個Potential是 它是不是 它提供的 那個Boss Field檔 轉出來了嗎 它是說馬千里等 水跟水的 水的話 總者要不要去Check一下 參數有沒有問題 好 好 因為 嗯 不算 你就 針對水 是 用 用手推倒一次 當然 老師說 那個 你不是有一個Boss Field嗎 對 然後 你先叫出來看一下它是你的Boss Field OK Go Max Go Max提供了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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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天 好 好 有 可以 我改裝是 好 可以 他裏面的VR就是哪一種形式 找一下 他這個Default的那個 然後他的對的係數來永恆 你今天推導一下 推導完之後 你讓我看一下 我就是從Growmax整隊臉 往前你看對不對 好 我再去找一下 有點久了 那我再去找 這樣看起來就不太對了 應該會打散 對 他好像到一個程度之後 就 沒什麼再改變 就是一直維持這個程度 就是還是 他是會把 一個 ITP 他會把這個 partition 他多了一個Martini 3的 partition 他需要再 再讀進去 然後他會把其中一些數值 他是把 改變的那個 代碼跟數值都 加在這裡 然後他會更改 就是原本 原本ITP裡面的 部分的 一些參數這樣 就是他會需要 然後把這個也 加進 也讀進去 這樣子 對就是 所以我們快要靠 必須要讀這個 應該是在 Growmax的 指令的時候 加的 對對對 在從Growmax 轉檔的時候 要加這個 因為我看原本他 主要的那個 ITP檔子跟原本 跟過去是一模一樣的 阿 更改的部分 都在這個 新的 增加這個 Position裡面 對 所以這Growmax 處理完 對之後就 我們再用他處理完的 Data去 轉我們Lens的檔案 對對對 OK 好 那我就 就去看一下Growmax 我們當初的 Curl 在轉那個 Bondi的作用力的時候 他的工資 對 哪一行 好 OK 我可以自己找一下 好 OK 因為這個Linear Jones它有兩種形式,一種是12-6,4F總,然後掛號12-6,那還有一種就是R的12-4上面就是C1,減掉R的6-4C2 那所以Martini它在GOMAX裡面是哪一種形式,如果是4F總的話就直接Lens就可以用 那如果是這種C1,C2的形式還要再轉,那我印象中好像Martini-2跟Martini-3,康麗娜 Jones的形式是不太一樣的 這應該就要,就可能要再去查一下,因為當初都是直接用下來的這樣子 所以可能,可能就沒注意到的地方,要再回去看一下 因為你C1,C2的形式跟4F總,它的那個能量的最低點會稍微差一點點 好,那我再回去找一下好了,對 OK,好,有點久沒有轉到 好,OK 好,那我來先 你今天好好的把它Check一下,因為我們應該快成功啊 好,OKOK 就剩水了 對 過很久 他Check一下,你今天好好的檢查一下,明天早上來再看一下 好,OK 好,OK 那你今天有答案的話,你就跟我講一下 好,OK 看一下 然後,我今天找Paper,他是觀察最近BA4跟BA5的流行的狀況這樣子 然後,他是指,最近主要在傳染的BA4跟BA5,他們由於是從Omicron 所以打球,我們嘉義科不是有一位醫生嗎 對 他說,得到新冠之後三個月內幾乎不會得到 好啊,就是 對,他說三個月抗體非常的高 是 我但是過了三個月,又會有可能再得 對 所以,今天這邊就是有說,就是得過了又會再得 因為,因為通常他是說抗體,他在身體產生抗體之後,他針對的目標是S-Protein 但是像BA4跟BA5在S-Protein上面又有,又有,就有突變 所以,導致原本的抗體沒有辦法去瞄準他們來做,來針對這樣子 所以,都會一直產生重複感染的問題 對,所以我還能撐到十月子 呵呵呵呵 對,啊 對,啊 我們修克大一的小朋友,好,好多人的 喔,真的假的,不是最近還是 一般大概都有三個到四個吧 呵呵呵 然後他們的室友也被匡列 呃,喔,好像有聽錯,上課了 然後,可能這種情況也是因為,因為 他這邊有說,就是 因為現在 就是這個是,每一個突變種,它產生的分子 所以可以看到Omicron,它產生的分子是非常多的 然後他是說 總之是現有製造的是不是 對對對,就是從幾乎到所有不同的序列 他說總共取得序列大概有十萬種吧 但是 真的有一直在流行的大概只有五十種這樣子 然後這些是 採集到所有 可能有些微差距的 各種突變體這樣 然後Omicron可以看到是 相較於Delta Delta版 嗯 相較於Delta Omicron的突變是非常多的 就是產生非常多這種突變 然後他是說 但是他現在 他說現在Omicron雖然 他的傳染能力跟突變都產生非常多 但是可能 他會漸漸的變成像流感一樣 就是他雖然傳播能力很強 但是他導致的那個重症 或是需要住院的情況是減少非常多的 對 對這邊就是說他的需要住院的 需要住院的情形是非常多的 然後他們就說 嗯 持續的施打疫苗是也可以 也是可以增加 嗯 可以減少 得到 得到 COVID-19的 症狀況 或者是得到重症狀況 就是他們就說 持續的施打疫苗是可以有效降低這些情況 OK 然後他說 BA4跟BA5的狀況 呃 的流行可能還會持續的 六個月左右 但是會變成像是地區性的 就是可能部分的傳染這樣子 然後他說未來可能每五到七個月 都會產生一個新的突變體 但是 他們是說 呃 就是會變得跟流感一樣 就可能每年都會有一些 小小區域的那個傳染 或是流行這樣子 然後他們說 呃 像 像當初BA1跟BA2 他們的 傳染的那個波峰是很高的 但他們說 這個波峰會 波峰跟週期都會 越來越去 趨緩這樣子 就是未來的傳染性 都會趨緩 然後 他們的結論就是說 雖然 Omicron的傳染能力很強 但是他造成的 造 對人體造成的 呃 傷害是 越來越降低了 然後他們說 未來可能 呃 COVID-19會 越來越變成跟流行性感冒一樣 然後他們說 嗯 持續的施打 疫苗是可以有相較低 傳染 或者是 致病的 致病的狀況 對 差不多這樣 好 現在 很好 你怎麼會 我 有 導露 有